满朝文武都建议拿孙殿换为成高 唯独太子利益派众议 不惜以自残的方式威胁韩王夺为成高 可韩王不知这一套 太子手起刀路 钻心的疼痛几乎让他昏厥 但依然面不改色 你如果还不答应我就看掉中指 你如果再不答应 儿臣就看掉左臂 韩王骑虎难下 为强寒入 指望有勇无谋的太子 从庞娟手里夺回成高 无疑于天方夜谈 不答应吧 又恐失去这位苦心培养的储君 一时间难以抉择 怎料太子誓死如归 如果夺不回成高 也不用父王为难 只要把我和孙殿一同交给庞娟 就用寡人的国家再赌一回吧 韩王硬着头皮重新起用孙殿 孙殿却没有立即去帮韩国夺回成高 而是明目张胆地去攻打魏国的忠目 一旦攻破忠目 就可指导卫都大梁 很明显这又是一次唯卫旧招 庞娟吃一欠掌一智 以其人之道还指其人之身 传我命令立刻启程 进军寒都 我也来一个唯卫旧招 得知庞娟的主力 果然被调离成高 孙殿命令大军 立即停止进军中末 并和太子兵分两路 一路去救援寒都新政 从而正面牵制住庞娟 另一路打枪的不要 悄悄地返回成高 出其不意趁夜偷袭 我要继续攻打忠目 等攻克忠目以后 我再回国 怎料愣头青太子 担心如此一来 自己没了功劳 非要和孙殿赌气 孙殿苦苦婆心 说魏国忠目一手难攻 一旦韩国九攻不下 旁圈再杀个回马枪 韩军就完了 太子这才勉强同意 但是作为交换 新的角色得由自己 向将军们宣布 好证明自己的英明 孙殿看出太子浩大喜功 于是反其道而行之 表示自己救援寒都 太子率兵攻打成高 我去国都 你去成高 太子果然不服管教 此举正中孙殿下怀 但他坚持劝太子 这个时候攻打成高 会比较容易得手 他越是如此 太子就越是叛逆 要求去救援国都 孙殿这才如愿以偿 亲自率兵开赴成高 在一番侦查之后 他让钟离春 带领一支精锐小队 趁夜爬上城墙 杀死城上的守军 悄悄地打开东门 由于成高空虚 又被大哥措手不及 孙殿几乎是兵不血润 就拿下了成高 可成高失守的消息 不会封锁太久 为了抵御旁娟 更加疯狂地反扑 当务之急 是收集足够多的粮食 你们留下少量军队 带士兵到城外去征粮 为长期坚守成高 做好准备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恰恰是这一决策 给孙殿和成高 带来了灭顶之灾 旁娟在寒都新政外 亲自观察了许久 始终没有发现孙殿的迹象 百思不得其解的他 突然清醒 孙殿一定不再打赢 而是去了成高 于是留下侄儿旁冲 率一万大军千职太子 自己则亲率大军 立即赶赴成高 而此时成高的守军 绝大部分都被派出去收凉 城内几乎空虚了 旁娟为了加快速度 又令费将军率轻骑兵 抛开大部队 率先开往成高 等孙殿知道的时候 大军距离成高 已经不过三十里落了 孙殿该怎么办 旁娟的军队来了 你说什么 旁娟的军队 离这儿还有三十多里路 孙殿大惊失色 旁娟的大军 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太子没能坚持住旁娟 孙殿咬牙切齿 恨不得生吞活泼了 这个草包韩国太子 眼下成高的守军 大都是老弱病残 绝大部分精壮士兵 都被派出去征凉了 想要召回来守城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到城外集结军队去 这个虽然来得及 可区区五千军队 再没有城池做依托 就更不是旁娟的 数万大军的对手了 就在孙殿束手无策时 旁娟的先头部队 再一次加打了马力 距离城高越来越近了 重压之下 孙殿的小宇宙 再一次爆发了 我有主意啊 什么主意 孔城记 孙殿连忙召集城内的将军们 统治城外征凉的士兵 就地埋伏起来 化作伏兵迷惑住 魏军的先头部队 又连守将打开城门 故意装作底气十足 好似什么危险都没有发生似的 百姓们生活如旧 如果旁娟的将军 看破你的空城地 那我们就危险了 孙殿安抚重将士 我以往用兵 都是须中有识 旁娟屡屡吃亏 所以不敢轻易冒险 这一次我须中无识 他照就不敢轻举妄动 大家尽管放心好了 重将士信以为真 底气十足地去安排了 然而旁娟的先锋大将 费将军不吃这一套 他一直开到距离城门 不足无礼的地方 然后令大军摆开阵杖 做出进攻的架势 他们是在试探 孙殿临危不乱 再一次强调 一切按照计划行事 为令者立战不赦 旁娟的军队开始进攻了 孙殿有些动有了 但依然故作阵地 再谈再报 孙殿的眉头紧锁 钟离春坐立不安 紧张地盯着孙殿 这时将军再报 旁娟的军队离春岗还有三里了 钟离春问孙殿 此刻真的有把握吗 孙殿轻轻爆起 额头渗满了汗水 无奈地摇了摇头 没有 钟离春大针一惊 那还等什么 赶紧跑吧 说着就要拉起孙殿 跟自己远走高飞 孙殿无奈地表示 是非成败 听天有命吧 可成稿的将士们 由于不知道孙殿此刻的真实想法 反而比孙殿更加镇定 他们按照紧急部署 化作扶兵悄悄地 向卫军两翼运动 装作一副 要包围对方的样子 而这一幕恰好被 卫军的探子得知 再加上成稿的守军 始终是不动如山 就更让费将军相信 孙殿在成稿周围 早已埋下了重饼 大门全开的成稿 此时就是一个圈套 幸亏我多长了个心眼 撑 趁卫军撤退的空档 孙殿连忙让成外 埋伏的士兵们 抓紧时间进入城内 做好守城的准备 然后又令人 把带回来的粮草 集中起来统一发放 做好长期和旁娟 对抗的准备 费将军退兵以后 告诉旁娟 都出都是韩军伏兵 漫山遍也数不胜数 旁娟纳闷不已 韩军总共就五万人 其中的四万五千人 都在草包太子了 孙殿哪来的这么多人 就在这时 他得运用探马来报 城外确实有孙殿的军队 但不是伏兵 而是征梁的军队 旁娟这才恍然大悟 中了孙殿的空城计了 各位看官老爷们 旁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那么这一次 他和孙殿之间 又会鹿死谁手呢 我是刀刀 咱们解听下回分解